今天我出来本来是要去做美容的 但是在路上突然接到美容的电话 跟我说那个时间有点赶 让我晚一点过去 那正好我就吃个午餐了 其实现在已经三点了 但是我一般吃午餐会比较晚一点 所以就到唐人街里来 然后意外的发现了这家 我觉得好应该是 可能是今年或者去年新开的 一家韩国餐厅 我以前没有来过 然后因为今天有多余的时间了 又不太想吃中餐 然后就进来这家 结果发现还不错呀 这家韩国餐厅 它整个的装修就有点 又有点现代 又有点厚现代 然后又有点西方 然后又有点那种 韩国的那种元素进来 像它这些细节 其实就都蛮漂亮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 我身后的这个特别漂亮 特别有设计感的镜子 然后包括你看它这个屏风 又都是很东方的 但整体给人的感觉呢 又是很厚现代的 然后又包括你看它这个灯 然后整个的这种 厚工业的这种风格 就弄得蛮好的 这个装修设计做得蛮漂亮的 这个韩国的这个叫豆腐锅 我点的是海鲜豆腐锅 已经上来了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里面是嫩豆腐和海鲜 然后它这个午餐里面还含一个 这个应该是泡菜吧 然后和米饭 好了我开动了 我已经开始吃了 这个菜呢 就典型的韩国的那种辣白菜汤 然后做的是豆腐和海鲜嘛 就很好吃 但是其实让我最觉得 比较惊艳的是它这个米饭 它这个米啊 比中国餐厅的那个米好太多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 也不是日本的那种珍珠米 也不是日本的寿司米 但是它这个米就是又软又糯又好吃 它并没有煮得很软 因为它这个米本身就是这种 绵性很强的米 很好吃 比冬贝米还好吃 这个酸菜也还可以吧 酸菜一般 烫菜一般 再拿勺子把这个东西 搁到这个饭里来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一捅就破了 我才知道是个鸡蛋黄 因为它煮得很软 我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个鸡蛋 蛮有意思的 海鲜锅里面也放鸡蛋 这边已经彻底吃完了 结完账了 然后那里 等于它这边的桌子 就是吃韩国烧烤的 然后那一桌的人就在那里烧烤 这边就是吃普通的饭的 挺好的 以后真的一个人的时候 可以还有个吧台 就在这里喝一杯 或者吃个午餐什么的 蛮好的 今天伦敦大概是十到十二度的样子 现在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冷 我没有穿很多 给大家看看 看得到吗 我穿着什么 对 所以走起走到大街上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凉 不过今天也不是周末 就是一个普通的weekday 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一个时间 今天礼拜三嘛对吧 所以外面人呢也不是很多 但是中心永远都是人满为患的 我现在去唐人街 再买一杯那个珍珠奶茶 我就该回家了 本来还想去中超买一买菜的 但是后来想想家里还有菜 买那么多了 放在冰箱里也吃不完浪费掉 所以打算买杯珍奶 就回家啦 拜拜 拜拜